内风湿关节炎案例 2019年4月8日有幸求助原始点 坚持全身温肤按推喝姜汤 多年来的疼痛 经过5个月的原始点调理后 基本康复 真是不可思议 这期间在特定部位加强温肤是关键 手 脚 膝盖 尤其在各关节疼痛肿胀处 涂抹姜粉仪 按推 经由皮肤吸收 直达患处 温暖身体 前后比对 2019年5月24日 2019年9月10日 5个月后 另外就是坚持对疼痛处的运动锻炼 体会并深信原始点理论非常重要 因为生活中要真正落实热源及按推 张医师说 若无身运动 心 情绪 观念配合 终将失败 感恩原始点 2019年4月8日 第一天 2019年5月24日 前后比对 2019年4月8日 第一天 2019年9月10日 5个月后 基本康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